五國即將放寬日本福島 五線食品進口 國民黨立院黨團認為 各地方政府的食品安全自治條例 可以阻擋核食入校 不過行政院昨天晚間 對此回應 調整日本食品進口管制 攸關到了國際貿易 還有外交等中央政策 權規中央 並不是地方自治事項 政府宣布放寬日本福島 五線食品進口規定 國民黨團十四號主張 因地質疑 各地方政府的食品安全自治條例 可阻擋核食入校 不過行政院當天晚間 也立即回應 關於調整日本食品進口管制 試涉國際貿易與外交等中央政策 權規中央 並非地方自治事項 另外國民黨團也要求 食品邊境輻射檢驗 如果驗出含有色一三七 應該要加驗絲九十 對此民進黨團則是提出反駁 你在色一三四跟一三七 如果你發現的時候 也未必會有絲九十的產生 所以它絲並不是一個很明顯 在福島事件之後 它後面的一個 輻射核種的一個種類 民進黨團對國民黨團 要求實質審查行政命令 表示尊重 並強調目前的檢驗標準 已經比其他國家嚴格 足以保障食品安全 但由於民進黨團具有席次優勢 鄭運鵬表示轉為審查 不會對外開放的政策方向造成影響 而另外兩個黨團也都表達希望強化食安標示 與檢驗的立場 有色的這個同位素的通常都有絲 所以在這裡就是還是要請政府 不要說超過標準才才要來測 另外傳出CPTPP將在十次後開會討論我國 二瓜多以及中國的入會申請案 行政院對此低調表示 因為CPTPP向來不對外宣布議程 我國對此不予評論 但會密切關注各項進展 記者張志雄 陳立峰 朱鋒之武其稱 綜合報導 就是生長的基本配置 百分泳的